花开花落字有时, 缘去缘来总有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我和秦修泽结婚半个月后, 才知道他还有一个嫂子。 那天, 我从公司回到家, 还没进门, 就听见家里杂杂呼呼的, 对门的邻居正好出来, 强忍着怒气让我跟家里人说, 让他们安静一些。 从邻居口中我才知道, 我家里已经闹腾了一整天, 楼下的邻居已经来提醒了三次。 我跟邻居道了歉后, 打开了门, 一时间, 我以为自己进错了地方, 客厅里刮果皮扔了一地, 还有各种零食的袋子, 墙面上也被画得乱七八糟, 主要屋子里还有一股各种香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呛得我脑壳疼。 客厅的沙发上, 婆婆王秀梅坐着, 一脸慈爱地看着在沙发上蹦跳着的小男孩, 那男孩七八岁的样子, 胖得跟个石滚似的, 穿着鞋子在沙发上蹦来蹦去, 嘴里叫喊个不停。 而我的老公秦修泽和一个穿白色无袖紧身连衣裙身材有些黑胖的女人坐在一起, 她身上的裙子有些眼熟, 我记得我也有一条一样的, 他们两人坐得极尽, 胳膊贴着胳膊的, 两人同款宠一脸, 看着那个闹腾的孩子, 没一个人注意到我已经回来了, 我闭上眼吸了一口气, 然后反手重重地摔上门, 提醒他们我的存在, 也告诉他们, 我现在很不爽, 不好意思, 我不爽, 谁也别想爽, 秦修泽看见我, 一下子跳了起来, 跟那个女人拉开了距离, 有些心虚地看着我, 老婆, 你回来了, 累不累呀, 说着就要给我捏肩膀, 被我一把拍开, 我瞥了她一眼, 用眼神警告她最好, 跟我解释清楚, 然后, 我看向了婆婆, 婆婆一把抱住那个孩子, 让她不要再跳, 哄了她几声后, 才咧着嘴冲我讨好的笑, 小满回来了, 那个, 我给你介绍一下子, 这是你大嫂和她儿子东东, 准备来市里上小学,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就让他们过来住下了, 我板着脸, 没有表示一丝欢迎, 也不说话, 我就是要告诉他们, 我对他们的到来并不开心, 这是我家, 房子是我父母送给我的, 不经过我的允许, 就擅自带人回来, 还自作主张让人住下, 不好意思, 我没那么好的脾气, 更不会因为他们先斩后奏, 就稀释宁人, 他们尤为察觉我的情绪, 又或者说, 他们察觉到了也不在意, 秦修泽还推着我说, 老婆, 嫂子来了, 你快去做你拿手的豆花鱼, 给她和东东尝尝, 他们在老家没吃过呢, 此时我的怒火已经到了嗓子眼, 只要一张口, 就要喷火的程度, 它是多美颜色, 才能让刚下班的, 我去给三个不速之客做饭吃, 她怕是忘记了, 我早说过, 我们婚后单住, 可以接受婆婆偶尔过来小住, 但是她家的那些极品亲戚, 一个都不准过来, 这才结婚半个月, 就冒出一个不知道从哪里过来的嫂子, 我们结婚前, 她可没跟我说过自己还有一个嫂子, 倒是跟我说过她哥意外去世了, 婆婆把东东推到我面前, 快叫婶婶, 让婶婶给你做好吃的, 那孩子一把推开她的手, 对我做鬼脸, 大声道, 她才不是我婶婶, 她是狐狸精, 婆婆立马捂住了她的嘴, 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神色有些尴尬, 寻思着该如何找步, 嗯, 这话可不像孩子说出来的, 我眯了眯眼, 看向了一直没有说话的女人, 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她, 黑黑胖胖的, 坐在那里看不出身高, 五官看起来倒是挺温柔的, 不过看向我的目光, 却有一丝不明显的挑衅, 我这个主人已经回来了, 她孩子还说出那么没礼貌的话, 她作为客人, 连站起来问候一句, 或者道歉都没有, 我就知道这个女人没那么简单, 好, 很好, 她冲我露出一抹浅笑, 柔声说, 小满, 东东还小, 不懂事乱说的, 你别跟她计较, 我这人从来不会委屈自己, 文言立马对了过去, 孩子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 说错话该道歉这种道理, 还用我教你, 她脸色一僵, 转头委委屈屈地看向秦修泽, 阿泽, 都是东东不小心说错了话, 这才惹了弟妹不高兴, 不然, 我和妈还是带她离开吧, 省得惹弟妹不开心, 真搞笑, 她孩子惹的是我, 她一句抱歉不说, 反倒还一脸委屈, 这话说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我欺负了她呢, 我当即就到, 那你们就走, 对了, 毁了我多少东西寄得赔, 账单我晚点给你, 她有些不知所措, 看了看秦修泽, 又看了看婆婆, 眼睛红红的, 跟要哭出来一样, 她还真委屈上了, 感情是个黑绿茶, 婆婆健壮忙开口打圆场, 都是一家人, 计较那么多做什么, 这么晚了, 走什么走, 就住这里, 这里四个房间呢, 够住, 秦修泽也皱起了眉头, 冲我道, 老婆, 你过分了呀, 东东还小, 不就说错了一句话, 弄坏了点东西吗, 你一个大人跟孩子计较什么, 别那么小气, 我嫂子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你就多担带点, 说着又推了推我, 别小心眼了, 快去做饭, 我没等她说完, 反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秦修泽, 我给你脸了是吗, 你也给我滚, 秦修泽的脸, 一下子仗成了朱甘色, 她还想再说什么, 我直接打断, 我什么脾气, 你清楚, 再跟我废话一句, 我让保安请你们出去, 滚, 婆婆见我对秦修泽这个态度, 脸上就有些不好看了, 小满,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怎么能打你男人呢, 有你这样做人媳妇的吗, 不是我说你, 结婚前, 你脾气不好就算了, 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了, 你就得改改脾气, 最好工作也别做了, 在家里相夫教子才是正途, 不过你是开公司的, 我也不勉强你留在家里, 但是你对自己的男人, 态度可不能这样, 你这么斤斤计较, 怎么能过好日子, 你俩都别说了, 就听我的, 燕子和东东就住这里, 你给你嫂子和东东道个歉,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我直接被她气笑了, 我之前都不知道, 她竟然这么会说, 颠倒黑白地众就轻, 很有一套啊, 这话说的, 好像都是我的错, 还让我道歉, 真是癞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这脸大的, 我的房子都要装不下了, 我冷笑道, 不好意思, 在我这里你做不了主, 这个欠我更不可能道, 婆婆的脸顿时就黑了, 脸盘子的肉气的直抖索, 我懒得看她, 她以为她是谁呀, 有个婆婆的头衔, 就妄想拿捏我, 我算是看明白了, 感情她结婚前的慈爱温和, 全是装的呀, 这才刚结婚几天, 就带人来占我房子了, 那她可真是不了解我李满, 我天生脾气抱不好惹, 人生词条更没有委屈求全这一说, 更别说委屈的是自己, 成全的是别人, 秦修则不遵守承诺, 先斩后奏, 把人往家里带, 就不能怪我不给她留面子, 别以为结了个婚, 嫁为人妻, 我就得三从四得以夫为刚了, 我的人生, 能做主的只有我自己, 我直接过去打开了门, 不耐烦地看着他们, 请你们立刻从我房子里滚出去, 秦修则的嫂子李燕, 此时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 她牵着咚咚的手站起来, 泪眼婆娑地望着秦修则, 阿泽, 既然她不欢迎我们, 我们走就是了, 妈, 我们走吧, 别给人添堵, 但李燕说了半天, 脚硬是没挪一步, 我双手抱毙, 原来你知道自己给我添堵了, 那你倒是走啊, 我家地板有胶水, 粘住你的脚了, 她咬着嘴唇, 眼泪掉了下来, 一副受了欺负, 又强装坚强的模样, 不怪我以貌取人, 她若是再好看一些, 也能挨点我剑油帘的边, 就她这又黑又壮在哪里哭哭啼啼, 我只能想到流泪的黑猩猩, 怪搞笑的, 这招对我没用, 但是很明显对秦修则有用, 她当即就想跟我争辩, 不过我没给她张口的机会, 一脚把她踹了出去, 你赶快把嫂子请出去吧, 秦修则恼羞成怒, 李满, 你太过分了, 我冷笑道, 我还可以更过分, 你想试试吗? 她闭嘴了, 因为她知道, 我不是说话说说而已, 我一拳砸在门上, 吏声道, 滚吧, 李燕一跺脚, 拉着大声喊我狐狸惊的咚咚, 樱樱樱哭着跑了出去, 婆婆也一脸敢怒不敢言, 脸色发青地跟着走了, 到门口, 她还想回头跟我说什么, 我直接当着她的面甩上了门, 我可没心情听她说叫, 教我, 她还不够格, 他们离开后, 我进卧室看了看, 顿觉自己刚才发挥得不够好, 不应该那么文明的, 我的卧室里, 衣服被扯出来好些, 扔得到处都是, 护肤品的盖子也都打开了, 有的倒在桌上, 液体高体都流了出来, 化妆品都被拆开了, 扔得地上到处都是, 墙面上地面上就不说了, 床上的四件套都被画得乱七八糟, 已经没法看了, 我深吸一口气, 在心里默念, 能不生气就不气, 自己气不如别人气, 一句话, 我不高兴, 让我不高兴的人, 就更别想好过, 我没有动家里的东西, 而是直接离开了, 联系了助理, 让他带人过去做折损评估, 我去了另一个住处, 我爸妈是做房地产开发的, 家里不缺钱, 我也有自己的公司, 营收还算不错, 在这座城市, 拥有最多的就是房子, 在别人眼里, 我也算是个豪门吧, 不同的是, 我家不需要我联姻, 恋爱婚姻都比较自由的我, 在众多追求者中, 选择了温柔体贴皮相 也很不错的秦修泽, 他身高一米八三, 修长挺拔, 面容白皙俊秀, 自带书卷气, 是我喜欢的类型, 追我的时候, 表现也比其他人要含蓄, 有种润物系无声的温柔, 在一群土豪公子哥里, 他很特别, 所以, 我在知道他的家庭条件下, 还是同意了他的追求, 在今天之前, 除了他那一家子极品亲戚外, 我对他没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他今天的所作所为, 十分令我失望, 且看他明天表现吧, 如果他依旧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不知分寸, 我就要重新考虑这段婚姻了, 谁知, 秦修泽没让我等到明天, 我刚准备睡下, 他就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老婆, 你给我打五千块钱过来, 我想带嫂子去住五星级酒店, 他在老家很辛苦, 还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呢, 我错了, 我现在就应该重新考虑这段婚姻, 我其实不介意他伸手跟我要钱, 毕竟他的工资确实不太高, 婚前婚后, 我都没有开口问他要过一分钱的生活费, 只要他对我好, 有没有钱无所谓, 钱吗? 我有的是, 但是我没想到, 他竟然问我要钱给他嫂子住五星级酒店, 我想起他和李燕之前的坐在一起的姿态, 一般人跟自己的嫂子会那样挤在一处坐吗? 会不会太亲密了些? 我心里隐隐不太舒服, 不过我此刻也没想这件事, 我想的是, 他工作已经四年了, 竟然连住个酒店的五千块都没有吗? 那我一个月给他开了一万多的工资, 他都花哪里去了? 我们出去吃个饭, 可都是我出的钱, 结婚也是我家一手包办, 没让他出一个子儿, 我直接问他, 你的钱呢? 他很快就回复了, 我大哥走得早, 嫂子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他又没有工作, 我实在放心不下, 所以我把我的工资都给他了, 老婆, 你那么有钱, 足够咱们一家生活, 你不会在意这一点小钱吧? 嫂子她在家里种地, 风吹日晒的, 一年也没有几个钱, 日子过得苦得很, 我妈说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就该相互照应。 今天的事, 嫂子已经不跟你计较了, 以后你好好跟她相处。 我嫂子人特别好, 你跟她多接触一下就知道了, 你把钱发过来吧, 就当给嫂子赔不是了, 我看着她的自说自话, 只恨她现在不在我面前, 不然我高低得给她挤巴掌, 我是不在意这点小钱, 可是我在意, 我老公跟我要钱给别的女人花, 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真是有够离谱, 秦修泽, 你行, 她很快又发来了信息, 都是在说她嫂子有多么不容易, 然后就是催我赶紧转账, 我没有理会她, 而是联系了律师拟定离婚协议, 这男人, 真是一秒都不想要了, 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 秦修泽打来了电话, 正好我也想跟他谈谈离婚的事情, 就接了起来, 他声音中有些怒气, 估计是因为唱了一页独角戏的缘故, 李满, 家里的门怎么打不开了? 哦, 忘记说了, 我昨天让助理把那个家里直接换了锁, 现在秦修泽的确无法进门, 锁性, 锁我让人换掉了, 你也没必要进去了, 秦修泽, 名正局见, 我们离婚吧, 什么, 他顿时就急了, 声音也软了几分, 什么离婚, 老婆你说什么呢, 别闹了, 闹, 他还真是不了解我, 我有闹的时间我还不如多赚点钱, 谁想跟一坨垃圾周旋, 你什么时候见我跟你闹过, 别废话了, 去离婚, 他可能也意识到我并非开玩笑, 开始怕了, 老婆, 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谈, 怎么就要离婚了呢? 如果是因为昨天的事情, 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 老婆, 你不要冲动, 你在哪里? 我去找你吧, 我们见面再说, 我给你带你喜欢吃的水晶虾饺, 就这样说呀, 我这就去给你买, 老婆你等我, 我正要拒绝, 就听见那边婆婆不悦的声音, 什么人哪, 怎么这么斤斤计较, 还拿离婚威胁你, 离了婚的女人可就不值钱了, 他敢吗? 他估计以为电话已经挂掉了, 说起话来也没有了顾忌, 儿子啊, 你也不用那么做小伏地, 你们已经结婚了, 离婚的男人不愁找, 离婚的女人可就是二手货了, 就他那个脾气, 谁愿意要他, 秦修则叹了口气, 赞同道, 他脾气的确是差了些, 以前还挺讲道理的, 这一次他确实过分了, 怎么就不能体谅, 一下你和嫂子的辛苦呢? 婆婆没好气地说, 真是死能做, 秦修则沉默了片刻, 继续道, 妈, 嫂子, 你们还是先回酒店去吧, 她把锁换了, 咱们也进不去, 等我把她哄好, 再去接你们, 这时李燕也说话了, 阿泽, 那酒店挺贵的吧, 一晚上那么多钱呢, 我们还是不要住了, 婆婆也跟着道, 就是一晚上五千, 他们怎么不去抢呢? 儿子, 你赶紧退掉, 你不是说李满有好几套房子吗? 我们去其他房子住, 秦修则有些尴尬地呕了一声, 没好意思说, 其他房子的钥匙我根本没给他, 更没有告诉他我其他房子都在哪里, 这一套房, 是我爸妈前两年给我的, 我想着离公司进, 就把这里当婚房了, 秦修则只有这里的钥匙, 婆婆得知后, 立马就炸了, 她什么意思, 都跟你结婚了, 还不把其他房子钥匙给你, 她这是防着你呢? 按理说, 你们结婚后, 她的房子就是你的, 怎么能不给你钥匙呢? 太过分了, 这话说的, 真是把不要碧莲发挥到了极致, 我的房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我的就只是我的, 跟她有一分钱关系吗? 我为什么要给她钥匙, 等她带着她那一群极品亲戚去闹事吗? 那种丢人的事, 我精力一次就够了, 那还是我刚跟她订婚时候的事情了, 她那些个亲戚都到了现场, 不夸张地说, 他们就跟土匪一样, 刚到场, 就把桌子上摆着的香烟和酒全部拿走了, 吃饭的时候更是来一盘打包一盘, 自己桌上的装完了, 就去装其他桌子上的, 美名其约, 吃不完浪费, 说得他们好像让人家吃了一样, 这还不止, 他们找服务员闹着要加菜, 非要点奥笼和像拔棒, 还要服务员给他们上几箱茅台, 我爸妈气得铁色铁青, 但是也强忍下了, 结果宴会结束, 他们一群亲戚又开始作妖, 偷拿酒店的碗碟, 连人家的桌布都不放过, 被酒店的工作人员抓到了, 他们就躺在地上撒泼打滚, 我一辈子的脸都在那一天丢尽了, 秦修泽也尴尬得要死, 当场跟我发誓, 以后绝对不跟那些极品亲戚来往, 我才勉强忍下了, 后来听说, 他亲戚一直在跟他打听我的房子, 想来市里住, 要我把房子分给他们几套, 我当时就说了, 他要是敢把他那群亲戚带过来, 他就得跟他们一起滚, 如今看来, 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 婆婆还在那边催促, 你赶紧跟他拿钥匙拿来, 你是男人, 家里你才是一家之主, 他那些房子, 本该就是你的, 连我的房子都开始寄予了, 真有他的, 幸好秦修泽没有他妈那么没脑子, 推托道, 他现在在气头上, 以后再说吧, 你们还是去住酒店住吧, 等我先把他哄好, 毕竟还有东东的事需要他帮忙呢, 真把他惹火了, 他不帮忙了怎么办, 婆婆嘀咕道, 那五千一天也太贵了, 秦修泽安慰他, 放心, 我昨天问了, 住酒店可以挂单, 我直接挂离, 满账上了, 他出钱, 我差点忘记, 还有这茶, 正好他们提醒了我, 我马上就得跟酒店的王经理说一声, 他们一听, 顿时就放心了, 开始商量去酒店吃大餐, 婆婆还不忘嘱咐秦修泽, 你也晾他一会儿, 然后再去哄, 别让他蹬鼻子上脸, 还非得吃水晶虾饺, 三十多块钱一份, 东东都没吃过呢, 还有, 赶紧想办法, 让他把他名下的房子车子, 都写上你的名字, 这样东东的事情才好办, 秦修泽安慰一声, 很自信, 放心吧, 他家就他一个女儿, 以后那些东西, 都是我的, 我惊呆了, 在此刻也终于明白, 他以前为什么可以耐心地追了我三年, 他不是喜欢我, 他是看上了我家的产业, 准备吃绝户呢, 我改变了主意, 我决定先不那么快离婚了, 主要我也知道, 秦修泽虚与尾仪那么久, 就为了我家的家产, 大抵不会那么简单跟我离婚, 我倒要看看,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我离满的东西, 可不是那么容易拿的, 沾染一分, 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也得让他们知道, 贪便宜是要吃大亏的, 秦修泽很快就来公司找我, 手里拎着水晶虾脚, 一见我就谄媚地笑, 老婆, 久等了, 路上有点堵车, 我来晚了, 若不是在电话里听见了他们的话, 我说不定会以为他真的关心我, 这演技, 不去混娱乐圈, 真是可惜了, 我不动声色, 也没有碰他买来的饺子, 谁知道这种垃圾, 会不会在上面动手脚, 不晚, 走吧, 去民政局, 他当然不会去, 拉着我就是一番表忠心加认错, 然后又是一番保证, 就差指天发誓了, 老婆, 我以后都听你的, 不让我妈和嫂子去咱家了, 你就别生气了, 我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 知道他的险恶用心后, 看着他的脸, 我都觉得隔应, 便把他打发走了, 正好, 这个时候, 酒店那边的好戏也该开始了, 婆婆, 哦不, 他在我心里, 已经不是我婆婆了, 现在我该喊他王秀梅, 王秀梅和李燕带着东东, 在五星级酒店的法国餐厅 点了一桌吃的, 李燕还点了一瓶红酒, 罗曼尼康蒂, 一瓶九万五, 那一顿饭, 他们花了十一万多, 餐厅跟他们结账时, 王秀梅潇洒一挥手说签单, 然后报了我的名字, 可惜, 我今早就跟酒店的人说过了, 他们被工作人员告知, 得知无法签单时, 一看见价格, 直接傻眼了, 他们点单时, 一心想着, 花的是我的钱, 一点都没有给我省钱的打算, 什么贵点什么, 这会儿, 人家要他们出钱, 他们就不干了, 王秀梅负责撒泼打滚骂餐厅讹人, 李燕则负责哭哭啼啼装可怜, 东东一看, 有人欺负自己的妈妈和奶奶, 就用自己小炮弹一样的身体去撞人家, 人家躲开了, 他气不过就去摔人家的餐具, 餐厅的负责人见跟他们无法沟通, 直接报了警, 等警察到了, 他们才意识到, 这里不是他们之前所在的地方, 不是他们哭一哭闹一闹就能过去的, 在这里做错了事, 是要付出代价的, 秦修泽很快打来了电话, 听声音都能听出他的焦头烂额, 语气里有无法掩藏的院队, 竟是针对我的, 他粗声粗气道, 老婆, 你的账怎么不能挂了, 你快跟酒店负责人说一声, 这钱你出, 别让他们报警, 抓我妈和我嫂子了, 马上东东要办理入学, 要是留下暗底就不好了, 你赶紧给酒店负责人打电话, 那边传来王秀梅杀猪般的吼叫, 我警告你们不要碰我, 我有心脏病我跟你们说, 不就是十万块钱吗? 我儿媳妇有的是钱, 她马上就会把钱付掉的, 隐约还能听见李燕的哭泣, 以及秦修泽柔声, 安慰她的声音, 嫂子, 你别担心, 没事的呀, 我马上就叫李满来付钱, 我冷哼了一声, 直接挂掉了电话, 认她怎么打, 我全当看不见, 我才不要做那个冤大头呢, 快天黑的时候, 秦修泽一脸疲惫地带着东东来了, 见到我后, 扯了几下嘴角, 愣是没笑出来, 这是怨上我了, 我可是听说了, 他妈撒泼把人家店里搞得烂七八糟, 加上东东的帮忙, 最少得赔偿人家几万块的损失, 现在, 他妈和他嫂子已经被抓进去了, 东东看见我, 立马就瞪起了眼睛, 大声骂我, 你这个坏女人, 狐狸精, 都是你不出钱, 才害我妈被抓走的, 我打死你, 说着, 就把手里吃了一半的汉堡, 往我身上丢, 我挥手一拍, 汉堡直接摔在了他脸上, 他愣了一下,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爸爸, 坏女人欺负我, 你快打他, 嗯, 爸爸, 我又想起了秦修泽和李燕之前坐在一起的样子, 以及他把工资都打给他的事, 再加上东东对秦修泽的称呼, 不由得我不多想, 所以, 他这是赶了个嫂子文化的潮流, 秦修泽神色慌乱了一瞬, 很快又收拾好, 他先是安慰了几句东东, 才看向我, 目光里有责怪和不满, 老婆,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东东他还是个孩子, 你跟他计较什么, 我懒得听他废话, 想了想到, 那你就管好自己的孩子, 别忘记了, 他毁了我那么东西, 还没赔呢, 他一下子就慌了, 脸上的心虚怎么都遮不住, 这话我就是故意说的, 就是为了看他反应, 这样一看, 他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 难为他竟还想把我当时傻子哄, 老婆, 你说什么呢? 什么我的孩子, 他是我侄子, 一边说, 一边观察我的反应, 估计看不出什么, 只好切入正题, 哎, 你看这是说起来, 跟你也有关系, 秦修泽把这一切都怪在了我头上, 拐弯抹角地说来说去, 意思就是都怪我没有去付钱, 才害得他妈跟他嫂子被抓了进去, 说着他自己也觉得理直气壮起来, 直接用命令的语气道, 你现在去把钱交了, 然后去把咱妈还有咱嫂子接出来吧, 我被他天真笑了, 这得多大脸才能说出这种话呀, 他一见我笑, 以为我同意了他的话, 语气松了松, 继续道, 我妈说得对, 你跟我都结婚了,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你做事不能再像以前那么任性了, 得多为咱们家想想, 就比如今天这件事, 你明明只要过去付个钱就行, 你却不接电话, 害得他们被抓不说, 酒店还要起诉他们, 他一副为我着想的样子, 等他们出来后, 你记得好好补偿一下他们, 这样吧, 你在二小附近不是有一套房子吗, 就直接过户给嫂子吧, 正好乐乐上学的需要这里的户口,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秦修泽, 你长得挺丑, 想得挺美呀, 他们自己吃霸王餐,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让我去付钱我就得去, 你自己知道他们消费了多少吗, 说到这里, 秦修泽的脸色变了变, 闷声道, 十一二万, 不过就是小笔小钱, 他们在老家不容易, 难得能吃顿好的, 有什么错呢, 都是一家人, 你帮他们付个饭钱怎么了, 我点头, 你说得对, 不就是一笔小钱吗, 那你去付了吧, 他立马惊叫道, 这么大一笔钱, 我去哪儿弄,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还真是够双标, 真以为我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我越开他离开, 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祈求道, 老婆, 你能不能别那么小气啊, 咱妈那么大年纪了, 嫂子身体又柔弱, 你怎么忍心看他们被拘留呢, 我一把甩开他, 声音灯时冷了下来, 秦修泽, 你要是心疼他们, 就自己把他们捞出来, 自己没本事, 就别瞎嗶嗶, 说完, 我不再理会, 扭头就走了, 我联系了一个私家侦探, 让人帮忙, 查了一下秦修泽和李燕, 以及东东的关系, 两天时间, 私家侦探就把资料发给了我, 我心里虽然已经有了猜测, 可是当事实摆在我眼前时, 我还是感到了被欺骗的愤怒, 东东竟然是李燕和秦修泽的孩子, 他们两个早在秦大哥发生意外前, 就已经搞在一起了, 我就说, 一般的弟弟怎么会跟自己的嫂子那么亲近, 还把自己的工资上交, 原来人家是在养自己的女人和孩子, 私家侦探还给我查到了另一件事, 在秦修泽入职我的公司后, 一直通过各种途径悄悄转移我的财产, 两年多已经转移了我将近一百万, 全部都存在王秀梅的账户中, 我看完后, 一个计划在心里慢慢成形, 说起秦修泽, 这两天他找不到我, 又不能真的看着他妈和他女人被起诉, 实在是没办法了, 他只好拿出了这几年给李燕的那些钱, 忍着肉疼把餐费和损失费交了, 他把他妈跟李燕接出来那天, 我也去了, 我当然不是去接他们的, 我另有其他的目的, 于是前脚刚出来的李燕, 后脚又被请了回去, 理由是毁坏他人物品, 偷窃, 数额高达十五万, 我当时就说李燕身上那件连衣裙, 怎么那么眼熟, 因为那就是我的, 那是我之前去国外看秀的一个款, 爱马仕的, 一件六万多呢, 我看了监控才知道, 他和秦修泽相携进门时, 身上穿的是一件碎花衬衫, 他说自己太热了, 但是没带衣服, 秦修泽就把他带到了我的衣帽间, 让他自己选一件穿, 他选了半天, 找了一条看似普通的白色, 他还问秦修泽, 我穿他的衣服, 他不会说什么吧, 秦修泽亲手给他借扣子, 不会的, 你看他那么多白色的裙子, 少个一两件他也发现不了, 你放心穿, 那里还有包包项链耳环什么的, 你喜欢你就拿, 他有钱, 不在意这些的, 李燕兴奋地满脸通红, 直接当着秦修泽的面, 换上了那件连衣裙, 那本是宽松的款式, 他穿上就有些紧身了, 换好后, 他娇称地看了秦修泽一眼, 问他好看吗, 秦修泽一脸痴迷地看着李燕, 好看, 李燕娇羞地捶了他一拳, 那我和李满比呢, 秦修泽毫不犹豫到, 他怎么能跟你比, 在我心里, 你最好看, 两个人腻腻歪歪的, 若不是王秀没进来提醒他们小心一些, 他们指不定要我我的衣帽间做什么呢, 也幸亏, 秦修泽不知道这房子里有监控, 不然, 我也看不见这么恶心的东西, 秦修泽得知我报警了, 第一次对我大发雷霆, 李满, 你这是做什么, 你怎么能报警, 王秀梅也不装了, 指着我道, 你凭什么报警抓燕子, 你把他抓了, 你让东东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恶毒呢, 嗯, 怎么不能呢, 我报警抓贼, 有问题, 他们母子的怒火不用我去教, 自己就灭了, 说到底, 他们还是稍微有点脑子的, 不敢轻易得罪我, 王秀梅脸色变了又变, 绷着老脸劝我, 小满啊, 那是你嫂子,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 闹到这个份上又何必呢, 听妈的, 快把闹了, 把你嫂子放了呀, 秦修泽也忍着怒气道, 老婆, 嫂子以前生东东的时候, 落下了病根, 身体不好, 她一个人在里面不行的, 你, 我直接打断她对道, 要不我送你进去陪她, 秦修泽, 你跟她做的恶心事, 就别说出来恶心我了, 我现在就一个要求, 你儿子毁了我多少东西, 你嫂子拿了我多少东西, 欠我的, 你一分不落地给我还回来, 我就既往不救, 否则, 以她给我造成的损失, 足够她在里面蹲个你儿子成年, 你自己考虑吧, 从我说出你儿子这三个字时, 母子两个的脸色就变了, 恐惧, 震惊, 慌乱无措, 最后变成了挥败, 我把离婚协议摔在秦修泽脸上, 识相的话就把字迁了, 不然你知道后果, 说完我扭头就走, 秦修泽脸一白, 伸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老婆, 你听我解释, 我其实是爱你的, 我跟嫂子指示, 我反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嫌悟道, 别侮辱爱这个字了, 恶心, 王秀梅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了, 她不想失去我这头肥羊, 立马哭天枪地装可怜, 哭得那叫一个真诚, 小满哪, 阿泽她只是一时糊涂, 你就原谅她吧, 呵呵, 一时, 她的一时可真长, 孩子都七岁了, 这一家人睁眼说瞎话的本领, 还真是厉害, 真当我是个傻的, 王秀梅没看出我的嘲讽的表情, 继续她的表演, 你看, 你反正也不想生孩子, 正好有了东东, 你以后也不用自己生了, 你们就把东东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以后, 我绝对不让李燕再出现在你们面前, 这样行了吧, 我该夸她体贴嘛, 让我给别人养孩子, 还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好像真的为我着想一般, 我真是谢谢她八倍祖宗了, 她见我不说话, 以为我被她哄过去了, 立马把一旁瞪着我的东东, 往我面前推, 哄着道, 东东, 这以后就是你妈妈了, 快喊妈妈, 东东那双被肥肉挤压得快要看不见的眼睛里, 全是对我的怨毒, 她不是我妈妈, 我不要喊她妈妈, 我妈妈说了, 她是坏女人, 是狐狸精, 她很快就会死的, 等她死了, 我们就能住她的大房子了, 她语速很快, 秦修泽想去捂她嘴, 已经来不及了, 她满脸惊慌地看着我, 然后一巴掌打在东东的脸上, 你胡说什么, 说着又紧张地看着我, 解释道, 老婆, 童言无忌, 你别听她胡说, 她现在就是跟你不熟, 等以后跟你熟了, 就会把你当亲妈看待的, 她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 母子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竟是直接为我做好了打算, 好像认定我会同意一样, 我震惊地看着他们, 真的很好奇他们的脑回路, 他们到底从哪里觉得, 我会要一个自己的老公, 跟别的女人, 还是她嫂子鬼混生下来的孩子, 还是一个其貌不扬, 又肥又不听话的熊孩子, 我疯了吧, 秦修泽走过来, 想拉住我的手, 还在自说自话, 老婆, 我以后都不会见嫂, 见李燕了, 你放了她, 我就让咱妈把她带回老家去,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吧, 我侧身避开她的触碰, 用看智障和垃圾的眼神看着她, 真的, 去看看脑子吧, 协议今天签好, 一切都好说, 今天下午五点前我看不见你的签字, 我让你跟她一起蹲橘子, 我不再理会他们的脑残发炎和阻拦, 坐车离开, 此时的我也没想到, 秦修泽母子竟然能做出那么没脑子的事, 我正在睡觉呢, 隐约听见门外有响动, 我这人警觉性挺高的, 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 这里是我以前常住的房子,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 结婚后我去了新房, 但是东西没有搬, 很多贵重物品都在, 因此, 我这里是装了监控的, 我没有开灯, 立马打开手机, 看向门口的监控, 正好看见两个人正鬼鬼祟祟的开门, 我跟秦修泽好歹, 谈了三年, 对他的外形还是很熟悉的, 一眼就看出其中一个人是他, 另外一个就是王秀梅了, 深更半夜, 偷偷摸摸地开我家的门, 先不说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就这么个姿态都说明他们不安好心, 我当即就报了警, 悄悄离开了主卧, 去书房反锁上门躲了起来, 秦修泽很快就打开了门, 和王秀梅一起走了进来, 我听见王秀梅问道, 你确定这里是他住的地方吗? 秦修泽嘘了一声, 小声道, 我用结婚证查到了他名下的房产, 没结婚前, 他就住在这个小区, 不会错的, 王秀梅惊喜道, 那他值钱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应该吧, 他习惯把贵重物品都放在衣帽间, 直接去那里找, 他冷哼了一声, 本以为哄他几年, 他就会乖乖地把自己的财产都给我, 谁知道他那么重戒心, 连一套房子都不给我, 我对他那么好, 不就是跟别的女人有了一个孩子吗? 他竟然就要跟我离婚, 他不忍, 就别怪我不义了, 把他的贵重东西都拿走, 就当是我伺候他三年的报酬吧, 王秀梅很赞同地点头, 离了也好, 他那个臭脾气, 哪有李燕会伺候你, 等拿了钱, 还是跟李燕好好过日子吧, 说到这里, 他吐了口痰, 不屑道, 这个小贱人, 明明这么有钱, 却连你的孩子都不愿意养, 真是恶毒, 我倒要看看, 一个离了婚的烂货, 谁还要他, 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离开主卧前, 把备用手机开了直播, 藏在了暗处, 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全部透过直播放了出来, 我就看了一眼屏幕, 这毁三观的发言, 已经炸出了十万多叶猫子, 目前人数还在增加中, 弹幕已经疯了, 就在秦修泽和王秀梅满脸, 贪婪地拿我的奢侈品和手势时, 警察到了, 秦修泽立马拿出结婚证, 解释说他和我是夫妻, 是过来帮我拿东西的, 如果不是王秀梅手里拎的麻袋那么显眼, 说不定有点可信度, 在他们被拿下之后, 我才从书房走出来, 他们母子看见我, 脸色变了几遍后, 又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王秀梅嚎了一嗓子, 儿媳妇啊, 你快跟警察说说, 叫他们放了我们吧, 我们只是来这里看你的呀, 秦修泽也跟着道, 是让老婆, 我只是太想你了, 才过来看看你的, 我嘴角抽了抽, 是吗, 大半夜的带着麻袋来看我, 还把我的奢侈品都装麻袋里, 你倒我是傻子吗? 秦修泽还在拼命找借口, 老婆,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我只是想把你的东西, 给你带到咱们的婚房里去, 我不是想着, 你以后省得跑这么远吗? 老婆你相信我呀, 我是因为爱你, 才处处为你着想啊, 我没说话, 默默把正在直播的手机亮了出来, 秦修泽掖住了片刻, 但他依旧不死心, 眼看骗不到我, 又开始装可怜, 试图道德绑架我, 老婆, 我错了, 都是你跟我说离婚, 我太害怕失去你了, 一时鬼迷心窍, 就想着拿这些东西威胁你,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嫂子已经被你送进去了, 你如果把我也抓了, 那东东怎么办, 他只是一个孩子, 谁来照顾他呀? 老婆, 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就原谅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只要我没有道德, 道德就绑架不了我, 那是你跟李燕的孩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在王秀梅的一片哀号中, 他们被带走了, 有直播和监控为证, 他们没得喜, 就算盗窃未遂, 也能关他们几天, 让他们好好反省反省, 至于东东, 暂时被遣送回老家, 由他外婆照顾, 听说在老家也闹出了不少事, 不过, 那就跟我没关系了, 秦修泽在里面待了三天, 终于签下了离婚协议, 他和王秀梅在里面关了七天, 被放了出来, 得知他已经被我开除, 他一怒之下, 买了一把刀准备蹲我, 却不知, 我早就安排了私家侦探跟着他, 他刚准备动手, 就被保安一棍子打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后, 再次回到了他住了七天的地方, 接着等待他的, 可就不止七天了, 我把私家侦探之前给我的证据全部上交, 正式对秦修泽提出起诉, 非法转移财产, 诈骗, 故意伤害罪, 恕罪并罚, 恭喜他十年之内不用考虑吃住问题了, 王秀梅作为从犯, 被判了三年, 李燕因偷盗, 损坏他人财物, 被判了六年, 而我也开始了新的人生, 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我都死了三年, 裴青还在批命攒老婆本, 我看着他每个月发了工资, 身上只留五百块, 其余的全部存进了银行卡里面, 要知道, 当初我家可是开口要了八十八万彩礼的, 我之前算过了, 按他的工资得整整十年才能攒够, 漫长的岁月里, 也足够让他放弃我了, 可我算得不对, 短短三年时间里, 裴青的存款已经有整整六十万了, 他退出手机银行界面, 又拨通了那个备注为老婆的号码, 那个号码是我的, 我死后一年, 爸妈就拿去营业厅注销了, 毫无疑问, 电话依旧打不通, 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我看着他的表情从失落到重拾信心, 又浑身充满干劲地开始了当天的第二份工作, 裴青最近晚上都在送外卖, 他骑着电动车到处跑, 我实在放心不下, 只能跟在他身后, 他甚至连晚饭都来不及吃, 接了一单又一单, 我担心他的身体急得团团转, 可我一游魂又做不了什么, 裴青, 先吃饭吧, 身体最重要, 我都死了, 你赚那么多钱干嘛, 别的姑娘也不用那么多彩礼, 喂, 跟你说话听到没有, 可任我怎么喊, 裴青都听不到, 凌晨一点, 他才从外面回到出租屋, 依旧是一瓶啤酒, 一个炒粉, 三年来都是如此, 我看着他孤零零地吃着, 心口的位置直抽抽地疼, 我飘到他身后, 伸出激进透明的手抱住他, 裴青的身子突然僵了一下, 他放下筷子, 翻出手机相册, 里面全是我的照片, 他捧在手上仔细看着, 犹如珍宝般, 芝芝, 你再等等我, 我已经升职了, 最多再有半年时间, 就攒够了, 到时候一定让你成为最漂亮的新娘, 只是, 希望你还没嫁给别人, 裴青绝对是我见过最傻的男人, 还记得三年前, 我跟他最后分别的场面, 支支八十八万彩礼真不多, 我能理解叔叔阿姨, 是我没本事, 只是你能不能等等我, 给我几年时间, 我一定会回来娶你的, 我拼命忍着眼泪, 嘴上却说着狠话, 裴青, 别抱太大希望, 可能过两年我就嫁给别人了, 裴青紧紧抱住我, 一直哭, 不会, 我们那么相爱, 你不会嫁给别人, 支支, 算我求你, 好吗? 如果裴青不是自幼父母双亡, 他不会难到这个地步, 我也不会用这个借口来逼他走, 他说的没错, 我们那么相爱, 我怎么可能嫁给别人, 可是我要死了, 他又怎么接受的了? 不久后, 裴青就去了大城市, 而我在他离开后的一个月, 就死于急性白血病, 不知道是不是放不下他, 死后, 我的灵魂一直留在人间, 还莫名出现在一千公里以外的裴青身边, 反正我也舍不得他, 索性就一直跟着他, 白天他去上班, 我就睡在他的床上, 盖他的被子, 闻着砖属于他的薄荷箱, 在他房间里到处飘, 裴青去洗澡, 我就躲进他的衣柜里, 他煮饭, 我就在旁边和他说话, 哪怕他根本听不到, 那段时间里, 裴青给我发了好多消息, 结果可想而知, 我再也没办法回复他了, 他开始打我电话, 可电话永远都是关机状态, 我觉得他肯定会放弃的, 虽然有点难过, 但我理解他, 支持他, 我甚至开始给自己做思想工作, 如果裴青突然某一天带着女朋友回来, 我一定不能表现得不开心, 还要好好地祝福他, 可整整三年过去了, 他每次都是一个人回来, 还爱上了喝酒, 他喝酒的时候, 我就坐在他旁边跟他说话, 裴青, 酒好喝吗? 以前你从来不让我喝的, 嗨, 现在也没机会喝了, 裴青, 为什么我会死啊? 我多想一直陪在你身边, 你一直都是一个人, 好不容易找到个喜欢的人, 却又是个短命的, 裴青, 忘了我, 重新开始生活吧, 那天, 裴青跟往常一样拨通了我的号码, 意外的, 那边居然接通了, 我看着裴青脸上是抑制不住的惊喜, 可当听到对面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时, 他表情僵住了, 你是谁? 对面说, 你打我电话问我是谁, 裴青声音微微颤抖着, 我找林芝芝, 请问你是他什么人, 对面说, 你打错了吧? 这号码我前不久才买的, 伴随着嘟嘟的两声, 电话被切断了, 两酒, 裴青自嘲一笑, 那天晚上, 他喝得名鼎大醉, 嘴里一直念着我的名字, 我看着难受的不行, 可怎么都哭不出来, 我忘了自己只是个魂魄, 根本没有眼泪, 裴青, 我在, 我一直在你身边啊, 我答应你, 不离开你, 裴青, 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宁愿你怪我, 恨我, 赌气和别人在一起, 也不愿看到你这样, 整夜, 我都抱着裴青, 虽然他感受不到, 可除了这个, 我什么也做不了, 裴青升职的那天, 穿上了新买的西装, 其实他皮相很不错, 只是这几年都没注重过外表, 突然打扮一下, 我竟舍不得一开眼睛, 每个月五百块钱的生活费, 让他根本疼不出多余的钱, 来添置衣物, 连上班都是踩着共享单车去的, 早餐简单对付, 午餐晚餐基本都在公司吃, 即使这样, 他也不会忘记在我生日的前几天, 买一份礼物快递到我家, 一想到这, 我心口的位置又疼得厉害, 没多做犹豫, 我跟着他出了门, 我太想目睹一下他的光荣时刻, 我不想他一直陷在深渊里, 更不想他一直记着我, 可现实总是不尽人意, 裴青跟同事在外面吃饭时, 我居然在不远处看见了我的高中同学宋洛, 当初我跟裴青在一起的时候, 曾带他去参加过同学聚会, 大家都见过他, 宋洛和我家离得不远, 他也是为数不多知道我死了的人, 我紧张地在裴青身边飘来飘去, 千万不要抬头, 千万不要抬头, 我在心里不停地默念, 裴青旁边坐着的女孩子明显是喜欢他的, 那种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 他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未来, 可偏偏怕什么就来什么, 宋洛很快就发现了裴青, 只见他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我急得张开双手挡在宋洛前面, 你跑过来凑什么热闹, 真的是, 小心我半夜去敲你家的门, 宋洛, 你个小胖子, 我开始口不择言, 还叫起了他的外号, 可宋洛就这样从我身上穿了过去, 还笑得人畜无害, 裴青礼, 恭喜啊, 宋洛跟裴青打完招呼, 就直接落座了, 什么情况, 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偶遇啊, 我趴在裴青背上, 仔细观察两人的对话, 裴青举起酒杯, 说道, 难得你还抽空过来, 这不刚好在这边出差, 也就认识你,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都在聊些工作上的事, 我捂着嘴, 打了个喝歉, 就听裴青问道, 吱吱的号码, 为什么不用了, 我一听就来精神了, 宋洛表情迟疑了一下, 又若无其事地笑了笑, 不是跟你说了, 他把我也拉黑了, 裴青脸上是难掩的失落, 宋洛继续说道, 你说林吱吱有什么好的, 翻脸就不认人, 根本没有人情味, 还跟你要那么多彩礼, 我要是你呀, 娶谁都不娶她, 趁早把她忘了吧, 我紧盯着裴青, 生怕错过她的任何一个表情, 只见裴青露出一抹浅笑, 那一瞬, 仿佛冰雪消融, 万物复苏, 只知她值得, 短短几字, 我内心一片酸涩, 裴青, 你个恋爱脑, 没救了, 你呀, 宋洛也摇了摇头, 但终究没再说什么, 两人继续推杯换盏, 等到最后都喝迷糊了, 我在他们两人身边窜来窜去, 什么也做不了, 倒是裴青旁边坐着的女孩子, 好像叫赵兮兮, 她全程都在关注着裴青, 好几次劝她少喝点, 散场时, 她还主动承担了送裴青回家的任务, 我看着她把裴青扶上车, 紧跟着自己也坐进了车厢里, 我却突然间犹豫了, 按理来说, 我应该给他们腾出空间的, 我既想他们发生点什么, 又害怕他们发生什么, 纠结又矛盾, 等我再回过神时, 已经跟着他们到家了, 赵兮兮正吃力地扶着裴青上楼, 进来后, 她却突然从身后一把抱住了裴青, 泪眼朦胧地说, 裴经理, 我知道你心里有别人, 可我喜欢了你三年, 你能不能看看我, 哪怕施舍一点点爱给我, 我就很满足了, 裴青手撑着额头, 没动作,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见, 见状, 我又忍不住说话了, 裴青, 赵兮兮说她喜欢你, 你考虑考虑她吧, 虽然我很不喜欢她的主动投怀送抱, 但总比你念着一个死人好吧, 你说是不是, 你是男人, 总得给她个回应吧, 裴青, 我用力喊了一声, 就见裴青突然朝着我站的方向看了过来, 立马吓得我一动不敢动, 可终究, 她看不见我, 这时, 裴青也清醒了一些, 我想吐, 她说, 赵兮兮赶紧松开了手, 趁裴青去洗手间的功夫, 赵兮兮进了厨房, 动作熟练地用锅煮起了醒酒汤, 要不是这三年我一直在这, 还真会以为赵兮兮来过这里, 裴青出来的时候, 酒醒了大半, 她看着厨房的赵兮兮, 又像是透过她在看其他什么, 今晚谢谢了, 赵兮兮转过身, 眼神赤裸裸的, 你知道, 我想听的不是这个, 可我对你只有这个话, 回去吧,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裴青直截了当地说道, 赵兮兮心有不甘, 这种贤贫爱富的女人, 凭什么值得你念那么久, 裴青瞬间拉下了脸, 我说过, 这是我的事, 跟你没有关系, 我看你是被她迷昏了头, 她要真喜欢你, 怎么可能晾你三年, 不止我, 你身边的人都在劝你, 为什么你就是不听, 对啊, 为什么她就是不听, 赵兮兮说的一点都没错, 裴青, 你到底要固执到什么时候, 最近, 裴青的工作忙了起来, 她没有再去送外卖了, 也能早点回来陪我, 虽然我能挑, 可这里, 就我一个非人类, 还是很孤独的, 晚上裴青, 做了两菜一汤, 看起来很有食欲, 好吃吗, 给我尝尝, 等她夹起网嘴巴送的时候, 我凑近想抢过来, 却意外触碰到裴青的嘴唇, 我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好像解锁了新玩法, 反正她也不知道, 那我是不是可以大胆地为所欲为了, 裴青以前洗完澡, 总是不穿上衣出来, 所以我每次都提前躲进衣柜里, 现在的我偏偏一身反骨, 她都不怕我怕什么, 我就要看, 光明正大的看, 跑浴室去看, 我还要在她睡着的时候, 使劲倾踏, 睡在她身上, 正当我玩得不亦乐乎时, 却发现裴青的脸色越来越差, 难道跟我有关系? 果不其然, 这天我又看到裴青翻出我的照片, 眼底布满前犬, 吱吱, 原本我想等手中这个项目结束, 再回去见你, 可最近我很不安,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跟三年前一样, 我等不及了, 只是不知道你会不会怪我没攒够钱, 大不了我向公司预支半年薪资吧, 吱吱, 等我回来, 她脸上宠溺地笑, 却看得我心惊胆战, 终究是躲不过了, 裴青买了一大早的飞机票, 三个小时后, 她就会抵达我身死的那座城市了, 可去机场的路上, 她却被赵兮兮给拦住了, 我有话跟你说, 我飘到赵兮兮面前, 朝着她喊道, 对, 快说呀, 你最好把裴青拦下来, 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 裴青脸上没什么表情, 如果是工作上的事, 等我回来再说, 如果是私事, 那还是不要说了, 我, 赵兮兮突然伸出手, 递给裴青一个类似于荷包的东西, 这个给你, 保平安的, 还有, 别总是把我想得那么坏, 切, 我好奇赵兮兮哪弄的这玩意, 就凑上去瞅了一眼, 只一眼, 我就难受得要命, 那小布包里装得分明是一张符咒, 她是不是知道什么, 裴青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过了, 早点回来, 周总说, 项目还是交给你她才放心, 好, 裴青没多做停留, 直接上车了, 我朝着赵兮兮吐了吐舌头, 立马跟着钻进了车里, 只是在下一秒, 就被弹了出来, 什么情况, 我为什么进不了裴青的身了, 我又试了一次, 结果还是一样, 是那张符的原因吗, 这也太可恶了吧, 我气得在赵兮兮头上踩来踩去, 这个坏女人, 亏我还想撮合她跟裴青来着, 呸, 白眼狼, 好在我速度够快, 还是追上了裴青的车子, 这下只能远远地跟着了, 我委屈地只想掉眼泪, 就见裴青进机场的时候, 把手伸进了口袋, 掏出赵兮兮给的那个布包, 没有一丝犹豫地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我瞬间破涕微笑,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可以想到他要去的地方, 我又愁容满面, 嗨, 裴青, 会恨死我吧, 下飞机后, 他没有直奔我家, 而是给宋洛打了个电话, 当宋洛得知裴青要给我求婚时, 吓得半天, 不敢说话, 裴青转身又去了珠宝店, 我内心顿感不妙, 裴青, 你这个傻瓜, 错了, 都错了, 我到底哪里值得你这样做, 裴青, 不要进去, 我茫然失措地看着头, 也不回地裴青, 记得四年前, 我们都刚毕业, 身上没什么钱, 那会我看上了一个手链, 但一直没和裴青说, 偶然之下, 他用我手机时看到了我收藏的图片, 一个月之后, 那条精美的手链就送到了我手上, 我当时就很意外, 又很惊喜, 后来才知道, 为了买这个小小的东西, 裴青晚上帮人洗了一个月的车, 因为我不想离开父母, 他就陪着我在这座相对没什么发展的城市, 他从来都宁愿自己吃苦, 也不会委屈我半分, 我就是知道他很爱我, 所以怕他接受不了我的离去, 可这样的一个人, 又怎么会因为我给的那点困难就放弃了, 我也许真的错了, 宋洛赶过来的时候, 裴青已经从珠宝店出来了, 不是, 你来真的, 裴青, 这几年我跟你说的话, 你是一点都没听进去吗? 林芝芝肯定都忘了你, 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了吧, 宋洛眉头皱得老深, 眼中的担忧不言而喻, 看样子, 这几年都是他在帮我圆晃, 也真是难为他了, 但裴青显然想歪了, 他一把抓住宋洛的衣领, 着急地问道, 知知他是不是嫁人了,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所以才一直劝我放下他, 你就当他嫁人了吧, 宋洛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不信, 我要亲眼看看, 他是不是真不要我了, 裴青丢下宋洛, 就要去找我, 宋洛慌了, 立马追了上去, 两人拉着肩, 裴青口袋里面的戒指盒 掉落在地上, 他们同时都停下了动作, 我看见宋洛的眼睛红了, 别去了, 你看不到他了, 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 好半天, 裴青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什么意思, 你跟我来, 随着车子停在一处陵园, 裴青的脸色也越来越苍白, 到底什么意思,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宋洛你是不是有病, 你快说呀, 终于, 裴青爆发了, 宋洛表情悲悯, 不忍看他, 你或许已经猜到了是不是, 其实林芝芝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他就葬在离这不远处, 宋洛话音刚落, 裴青就给了他一拳, 我不许你咒他, 看着两人又有干架的趋势, 我急得大喊, 裴青, 你冷静一点, 宋洛他说的是真的, 我伸手去拉他, 抱住他, 裴青, 求你不要去看了, 就到这吧, 你听我这次好不好, 宋洛轻轻松松就正开了裴青的束缚, 眼看面前的人摇摇欲坠, 他把手搭在裴青的肩膀上, 叹了口气开始说, 林芝芝三年前死于急性白血病, 就在你走后的一个月, 他就是怕你面对不了他的死亡, 所以才逼走你, 我想他是了解你的, 但好像又不了解, 最后的那段时间, 他都是在医院里面度过的, 相信你应该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宋洛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痛苦地蹲在地上, 那段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为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裴青, 只见裴青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他神情呆滞, 口中不断念着我的名字, 芝芝, 怎么会, 不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 芝芝, 他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紧接着两眼一闭, 就倒在了地上, 裴青, 我伸出手去接他, 奈何只是徒劳, 怎么办, 宋洛, 你快救救他, 我急得团团转, 只能眼睁睁看着, 裴青被送去了医院, 幸好无大碍, 只是暂时昏迷, 我坐在他床边, 用手细细描绘着他的五官轮廓, 还记得第一次见你, 就是见色起义, 可没想到, 你说你也注意我许久了, 原本以为是场双向奔赴, 却没想到是天人永格, 裴青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独自去买了一束花, 还有一些我爱吃的东西, 就朝着陵园的方向出发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平静地让我害怕, 只见他把东西放下后, 就静静地助力着, 目前用的那张照片, 还是裴青帮我拍的, 是当时弥留之际, 我自己亲自挑选的, 梁九, 裴青蹲下身子, 他伸出手, 只见抹扎着那张灰白色的照片, 我看着他肩膀抖动, 大颗的泪砸在冰冷的地面上, 吱吱, 我的吱吱, 我是不是全天下最愚蠢的人,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 你知道我有多恨自己吗, 你这么烂的借口我居然信了, 我真该死, 三年, 三年里, 我都没有回来看你, 我原以为只要攒够钱, 我们就能长长久久地在一块了, 多么可笑, 吱吱, 对不起, 在你最痛苦绝望的时候, 我却没有陪在你身边, 天空阴沉沉的, 四周静得只有裴青的声音, 他字字句句, 悲痛欲绝, 裴青, 你没有错, 错的是我, 不要为了我伤心, 我该怎么让他知道, 这三年, 其实我一直在他身边, 一步都没有离开过, 正当我伸出手去抱裴青时, 却看到他抽出一把锋利的刀, 裴青, 我下意识地就要伸手去挡, 可刀子直接穿过我的掌心, 扎进了裴青的腹部, 不要, 我看着鲜血喷涌而出, 瞬间就染红了裴青的白衬衫, 他抱着我的墓碑, 露出一抹浅笑, 吱吱, 别丢下我一个人, 等我, 裴青不要, 救命, 谁来救救他, 我不要你死, 我张着嘴, 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哀嚎, 灭顶的绝望席卷了我, 眼前一片漆黑, 我最怕的事还是发生了, 骗了他三年, 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 早知如此, 又何必去费那番心思, 我心碎不已, 恍恍惚惚惚中, 却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正被某种力量牵引着, 我只感觉到离裴青越来越远, 全身像被割裂一般疼痛, 好像随时都会灰飞烟灭, 是谁在操控着我, 不要, 我不要离开裴青, 我要他活着, 渐渐地, 当意识越来越模糊时, 我彻底陷入了黑暗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耳边传来一阵很轻的声音, 去你该去的地方吧, 别再祸害他人了, 是谁在说话, 好熟悉的声音啊, 等我再次醒来, 就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偏僻的十字路口, 不远处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女子, 正蹲在地上往火堆里丢纸钱,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请你以后不要再缠着裴青了, 你就好好待在这里吧, 那人居然是赵兮兮, 她到底想干嘛, 不行, 我不能待在这里, 裴青她会出事的, 我凝聚力量, 朝着我想去的方向飘着, 却在半空中, 被声声扯了回来, 我不敢置信地又试了一次, 结果还是一样, 我回到赵兮兮身边, 恶狠狠地瞪着她, 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会被困在这里, 仿佛是听到我的话一般, 赵兮兮开始自言自语地说道, 起初我就怀疑她是不是鬼迷心窍了, 一直没找人看, 直到她义无反顾地丢下那么看重的项目时, 我才觉得不对劲, 你也别怪我狠心, 要有其他办法我也不会把你困在这里了, 要记住, 死人是斗不过活人的, 赵兮兮说完, 就用火点燃了一旁立着的十字架, 只见上面钉着一个沾了血字的人形布偶, 做完这些, 她就起身离开了, 我追着她, 喂, 你别走啊, 你这个坏女人, 我又没害过你, 你凭什么把我困在这里, 怎么办, 我拼命想闯出去, 但随着十字架的燃烧, 我全身也跟火灼烧般疼痛, 我难受得大声尖叫, 把赵兮兮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难道我真要一直被困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吗, 等那堆东西燃烧殆尽, 我的灵魂也已经遭受重创, 只能虚弱地漂浮着, 裴青, 我大概要永远离开你了,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当我意识清醒的时候, 正被一股暖融融的能量包裹着, 好舒服啊, 我惬意地翻了个身, 之前受窗的魂魄好像也得到了治愈, 是谁救了我, 我睁开眼睛四处打量了一下, 居然发现自己在裴青的家中, 我忽然意识到, 那是不是证明裴青她没事, 一想到这, 我就激动地立马跳起身, 当看到裴青专门为我搭设的灵魂时, 我才知道, 是她救了我, 伴随着一阵铃铛声, 一位身穿长袍的大师走了进来, 他身后跟着的人正是裴青和宋洛, 裴青, 我开心地迎了上去, 却被大师一个首饰定在了当场, 裴青健壮, 眼睛一亮, 立马问道, 明空大师, 是不是支支回来了? 是我, 是我, 裴青你没事太好了, 宋洛忍不住提醒道, 你先别急, 等明空大师看看再说, 只见明空大师盘腿而坐, 转动佛珠就开始诵经, 我压根不懂这些, 就坐在那里盯着裴青, 他脸绷得紧紧的, 看起来十分严肃, 裴青, 看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是不是宋洛救了你, 我欠他太多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偿还了, 渐渐地, 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 直到有一层光笼罩在我的身上, 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 裴青, 你是不是要送我走, 我不想离开你, 我又跪在地上求明空大师, 别让我离开, 他好不好, 我从来没有做过恶, 更会安分守己的, 我只想待在他的身边, 可回应我的, 只有明空大师敲盘诵经的声音, 但意外的是, 到最后, 我都还好好的待在原地, 只听明空大师对着裴青说, 你们缘分未尽, 所以他才会一直徘徊在人间, 但天机不可道破, 你且等着, 日后自有重逢时, 裴青听完, 眼眶瞬间就红了, 他又连忙道谢, 送洛宋明空大师回去了, 屋内就只剩下我跟裴青, 他不知道我在哪, 有些无措, 芝芝,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当然能了, 我调皮地趴在他背上, 裴青又哭又笑, 我本不想独活的, 可宋洛说, 他认识一个大师, 让我试一试, 最起码得知道, 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我第一次听了他的话, 幸好, 幸好, 芝芝, 原来你这三年一直都在, 我竟不知道, 生生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我绝了绝嘴, 也不算浪费, 就算你知道了, 也看不见摸不着, 更不能对话, 裴青, 我只要你平安无事, 裴青走的那天, 宋洛来送我们, 他要是回来了, 记得告诉我, 裴青哽咽道, 你的恩情, 我会一辈子记着, 将来有需要我的地方, 只管开口, 宋洛捶了他一拳, 笑着说, 都是兄弟, 讲这些干啥, 这也是我欠他的, 他又轻飘飘地补了一句, 宋洛欠我的, 他欠我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 不管了, 我坐在裴青的行李箱上, 朝着宋洛挥了挥手, 我们又回到了裴青租房的地方, 只是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了, 他只要回来, 就开始不停地和我说话, 有人互动的感觉真好, 我再也不会感觉到孤独了, 裴青做好饭菜, 拿了两幅碗筷摆好, 芝芝, 看看, 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我给你加, 我坐在裴青的对面, 看着碗里堆得高高的饭菜, 笑得跟个傻子一样, 晚上睡觉, 裴青掀开被窝, 朝着空气说道, 芝芝, 快进来, 嗨, 又好笑又心酸, 我照他的话, 坐, 老老实实地躺了进去, 等了一会, 裴青才进来, 他低沉着嗓音说道, 我又怕你贪玩, 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跑出去, 就当你在吧, 我钻进他怀里, 用力抱紧他, 裴青, 我在呢, 一直在, 不离开你, 那天, 我们跟往常一样, 一块做着饭,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 打破了这份宁静, 我一眼就看见了门口站着的赵兮兮, 看到他我就控制不住地生气, 是他差点让我行神俱灭, 裴青, 别理他, 我讨厌赵兮兮, 裴青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并没有急着开门, 而是朝着我站的方向解释, 吱吱, 我这里就赵兮兮来过一次, 我猜想门外的还是他, 之前你是不是见过他, 是啊, 我没好气地回, 还想撮合你们来着, 话说, 我这辈子看人的眼光, 都用在你身上了, 你放心, 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你先待着, 我会尽快解决, 千万别生气, 好, 不生气, 我心里美滋滋地, 跳到裴青面前, 在他脸上巴唧了一口, 门开后, 赵兮兮就要进来, 裴青却把他挡在门外, 有什么话就到这里说吧, 赵兮兮愣住了, 裴青, 我不能进去吗, 不能, 以后也别来了, 裴青甚至连眼皮都没抬, 赵兮兮一脸受伤, 为什么, 你回去一趟, 不是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吗, 我那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就是看不到, 裴青依旧无动于衷, 你喜欢谁是你的事, 跟我没关系, 不用特意跑到我面前说, 我早跟你说过, 我们之间不可能, 我不喜欢你, 无论如何都不会喜欢, 裴青, 你为什么这么绝情, 赵兮兮哭着质问他, 对不喜欢的人, 还那么多情的话, 岂不是烂情, 回去吧, 别白费心思了, 不, 我不信, 你不能这样对我, 赵兮兮又想抱裴青, 却被他躲开了, 别再执迷不悟了, 裴青眼中生出几分厌恶, 那你自己呢, 我们不一样, 我跟他是相爱, 赵兮兮还想说什么,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飘到裴青身后, 探出头对着赵兮兮挑衅地做了个鬼脸, 就是就是, 我跟他是相爱, 懂了吗,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 赵兮兮突然眼神惊恐地看着我, 颤颤巍巍地伸出手, 鬼, 鬼呀, 裴青也惊住了, 他一把抓住赵兮兮, 激动地问道, 你能看见他, 啊, 是鬼, 裴青, 你身后有一只女鬼, 快打死他, 快打死他, 赵兮兮被吓得疯狂输出, 这是还想害我一次, 太看不起鬼了, 我气冲冲地飘到赵兮兮头上, 踩死你, 踩死你, 让你还想害我, 我又在他身上穿来穿去, 虽然我对他造不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也把他吓得够呛的, 他身体抖得跟筛子一样, 一双手使劲挥打, 走开, 不要负我身, 滚开, 我就负你身, 今天不出口恶气, 难消我心头之恨, 赵兮兮抱着头鬼哭狼嚎, 在无暇顾及形象, 也开始口无遮拦, 为什么? 我明明用竖法把你困住了,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我错了, 求求你别害我, 我在给你烧钱, 烧很多钱, 裴轻救我, 反观裴轻, 正抱着手看热闹, 我像是得到了默许一般, 用力对着赵兮兮吹了一口气, 一阵阴风扫过, 我把头发披散下来, 继续在赵兮兮身上穿来穿去, 谁要你的钱, 你知不知道, 我差点就魂飞魄散了, 我虽然死了, 但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于世间, 也不能就这样被你害了吧。 赵兮兮终于受不了了, 大喊一声就往外跑, 可没想到, 她跑下楼梯的时候, 居然一脚踏空了, 就这样滚了下去, 完了完了, 我心惊胆战地看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赵兮兮, 心想完大了, 裴轻听到动静也跟着出来了, 我带着哭腔说道, 裴轻, 我是不是害人了, 怎么办, 明空大师会把我送去炼狱, 用油锅炸的, 我怕得不行, 先裴轻一步窜到赵兮兮身边, 就在我伸出手想要探查她的伤势时, 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吸附了进去, 我还没反应过来, 身上就滑过一阵久违的暖流, 我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睛, 见裴轻下来, 我想出去, 却发现我的灵魂跟赵兮兮的身体契合了, 怎么回事, 我使出洪荒之力想挣脱出来, 都没能成功, 只感觉到很疲惫, 像是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 接着下一秒, 就不省人事了, 确切来说, 我是被疼醒的, 是那种肉体上的疼, 我睁开眼睛, 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鼻腔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 那种感觉我再熟悉不过了, 不知怎地, 突然就想起了我之前生病时, 在医院度过的那一个月, 不断化疗, 身体排斥, 呕吐拉肚子, 加全身疼痛, 到最后, 各个器官开始出血, 反正死相极惨, 连我自己都不忍回忆, 你醒了, 耳边突然传来裴青的声音, 我寻着声援, 就看到了脸色有些憔悴的他, 习惯性地想挑起来, 却发现手跟脚似有千斤重, 我依旧还躺在床上, 什么情况, 裴青, 我怎么了, 我怎么起不来, 裴青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伤了腿, 我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我怎么还在赵兮兮身上, 这, 也太不可思议了, 我是活了过来吗, 难道这就是明空大师所说的机缘, 裴青, 我是芝芝, 我又笑又哭, 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她, 林芝芝啊, 怕她不信, 我又补充道, 裴青紧紧盯着我, 眼中各种情绪翻涌, 是你吗, 是我, 爱唱小毛驴的林芝芝, 小毛驴是我以前随口给裴青取的外号, 这是只有我们俩知道, 真没想到有一天还能派上用场, 觉得石头牛都拉不回来的驴, 最能形容它了, 真是我的芝芝, 裴青眼睛都不敢眨, 伸出手想碰我的脸, 近在咫尺, 却又生生停了下来, 我不是在做梦吧, 没有, 不是梦, 我握住裴青的手, 贴在脸上, 感受着它的温度, 我喜欢吃送成鹿的那家三鲜粉, 不管多晚, 你都会给我买, 我们第一次接吻, 是在你送我回家的路上, 当时还被人撞见了, 二十二岁那年, 你兼职帮人洗了一月的车, 给我买了一条三千块的手链, 我一唱, 小毛驴你就捏我脸, 不会骑单车, 还是你手把手亲自教会我的, 给你买的新袜子, 你舍不得穿, 你羡慕别人的女朋友, 会织围巾而我不会, 回头就在网上下了个教程, 织了两条情侣款, 我说了好多好多关于我们的事, 说了多久, 裴青就哭了多久, 芝芝, 裴青, 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久久不愿分开, 裴青一遍又一遍地说道, 我的芝芝回来了, 我脸埋在她怀里, 心被填得满满当当的, 我怎么都没想到, 当初一语成衬, 赵兮兮让我不要负她身时, 我随口一说, 还真就负在了她身上, 只是很久以后, 我们才知道, 是因为她使用了不正当的术法, 灵魂惨遭反噬, 机缘巧合下我才借此重生, 因为伤了腿, 是裴青背着我回家的, 养了些日子, 身体逐渐好转, 我们才稍稍放下心来, 起初裴青特别担心赵兮兮会突然间回来, 导致她每天早起和睡前都要问一遍, 而我也不愿其烦地回答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宋洛来的时候, 给了我一个护身符, 这个东西你得时常放在身上, 是明空大师给的, 对你有好处, 我接过后, 对着宋洛深深地鞠了一躬, 宋洛, 谢谢你, 我们欠你的, 怕是此生都偿还不起, 宋洛坦然地接受了我的道谢, 我啥也不缺, 不需要你们再做什么, 你们就给我狠狠地幸福, 比什么都好, 裴青眼含热泪, 把我搂进了怀里, 宋洛, 那我走, 不喝点, 那也行吧, 之后, 我接替了赵兮兮原本的工作, 成了裴青的助理, 还是悄悄领了证, 偷偷摸摸恋爱的那种, 幸福来之不易, 我们都默契地想藏好它, 有些东西, 我们没办法和他人言说, 只能尽量维持原本的样子, 裴青又陪着我回了一趟家, 看着日渐年迈的父母, 我心酸不已, 裴青主动认了他们做干爸妈, 我成了干儿媳, 极能尽孝, 又有理由陪伴他们, 赵兮兮还有一个奶奶, 我工作不忙的时候, 也会抽空去看她老人家, 裴青最近打算安家了, 他询问我的意见, 我无所谓,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行, 你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我们相视一笑, 拥抱着彼此, 裴青感慨道, 芝芝真是我的好贤妻, 我好幸福啊, 我也好幸福啊, 山海自有归妻, 风雨自有相逢, 愿时光清浅, 不负相遇, 不负真心,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过去终将会过去, 但故事已然成故事, 您的点赞和订阅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